宝玉啊,真是人如其名呀,是宝玉在哪里都掩盖不了你的光芒,这下你可发财了,听说你的公司现在越做越大,员工都快上百人了,一年最少也要赚个几百万吧,作为你的婆婆,我真是替你高兴呀,前几天我听说你又购置了一套三层的大别墅,你真是豪横呀,你的生活如此繁荣,你妈妈我从心底为你高兴,但是我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好的房子, 所以我决定明天去你家养老,和你一起享受幸福,现在我们老了,是时候享受家庭的幸福了,明天你会派你的全职司机来接我,让我也体验一下奢侈的生活 婆婆,你是在说笑话吗?你这是说的也太突然了,我可没有多余的时间浪费在你身上,你以为你是谁呀,说让我司机去接,他就是去呀,你最好不要来我家,但我记得很清楚,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子,你都说的与你无关 你不会找我,怎么突然变卦了,而且现在我们住的别墅是用我自己的钱买的,你儿子一分钱也没花,所以别墅和你儿子没关系,更别说你了 所以以前你可以说了算,但现在我自己的家我自己说了算 看看你,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,你怎么还记得呢?你现在是大老板,大人就应该有大度量,不要老是揪着以前的事情不放,谁都有说错话的时候,再说我上了年纪,有些事情说的不对很正常,人无完人,谁能无措,但话说回来,你可有一点弄错了,虽然你买了别墅,我儿子没有付钱,但你们俩都是夫妻,你的财产也是你和我儿子结婚后的共同财产,怎么能说没关系呢? 难道我去我儿子家居住也有错吗?你真是空手套白狼的一把好手呀,这么多年来,你儿子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没有付出任何责任,我是既忙里也忙来,一遍顾家庭照顾孩子,一遍做生意,你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? 只有我知道一路上的艰辛和心酸,你们不但没人帮我,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还落井下石,买房的钱是我一个人除的,这么多年来,你儿子的工资一直由你保管, 这点小事我也不想生气,所以就不跟你计较了,所以我明确地告诉你,你不能让你住在我的房子里面,如果你必须住在里面,对不起,我和你儿子会分道扬镳,从此不再联系,我也会把他赶出家门,不信你就试试。 你这孩子真是太狠心了,我只是想在你家住一段时间,就因为这件小事,你要和我儿子离婚吗? 你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,这么多年来,我没想到你对我有很大的看法,我是你的婆婆,你的长辈,即使我以前做错了什么,你也不应该记仇呀。 现在我老了,作为一个儿媳,你应该给我养老,你不认为你现在成为一个大老板,可以成为一个不孝的儿媳,难道你现在有钱了,就想抛弃我的儿子,去寻找年轻的小白脸吗? 婆婆,你听你说的话是婆婆应该说的吗?这种话你都说出来了,婆婆怎么能这样说媳妇呢? 如果我真的想再找一个,我一开始就不会原谅他,只要你儿子没有为我做对不起的事,我就不会离开他,毕竟他儿子是我孩子的父亲,但我也劝你,如果你真的对你儿子好,那你就不要来我家,以免影响我和你儿子的感情,你最好老实地待在老家,不要轻举妄动。 正如你所说,我儿子是你孩子的父亲,所以他是你家的一员,所以你家的东西有我儿子的一半,即使你花钱买了房子,也应该有我儿子的一半。 我老了,我去儿子家,让他养老我是很自然的事,不论是在情理上还是在法律上,我都有资格去你家养老。 不要用这种理所当然的态度和我说话,我用自己挣的钱买了房子,你儿子的工资卡一直在你身边,他一分钱也没付。 而且买房的时候,我也和你儿子签了协议,具有法律效力。 这房子是我自己的,和你儿子无关,所以我当然有权拒绝你住在我家。 而且当初是你自己放下的狠话,无论我今后混成什么样,你都不会参与我的生活,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呀? 以前我年纪不大,生活起来还能方便,现在年纪大了,以后就不能自理了,生个病需要人照顾了,身边没有人怎么行,不管你不同意什么协议,我只知道你和我儿子是合法夫妻,所以你必须给我养老,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 我实话跟你说吧,我就是道你会胡搅蛮缠,所以当时我买房子的时候,写的是我爸妈的名字,你没有资格住进我爸妈的房子呀,你儿子也是暂时居住,我说让他走,他就必须马上走,你明白吗? 我明白,就算你写的是你父母的名字,你挣的钱也有我儿子的一部分,对不对?而且这已经好几年了,你没有带孩子回来看我,每次我儿子回来都是一个人,你这样做是不孝的,你不怕别人戳你的脊梁吗?你个对老人不孝顺的儿女,能让别人看得起吗? 我觉得你在指责别人的时候,应该先把量一下自己,别人只是戳着脊梁骨,那也是戳着你,难道你忘了当初怎么把我们娘俩赶走了吗? 而且当时你自己也说过,这辈子不允许我们再进你家门,那我们为什么要回去看你呢?现在看我日子过好了,你又来让我养着你,你怎么会这样脸皮厚,你好意思吗? 我怎么不好意思,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心狠?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,你还把她占为己有,如果她不给我养老,谁给我们养老?我儿子现在伺候你们一家人,我看着心里也不舒服,以前也就算了,现在我年纪大了,你不管我,我儿子必须给我们养老了。 我养老?我不让你住在我们家,但我没有阻止你儿子给你养老,你儿子的工资不都在你身边吗?还不叫你养老吗?如果你真的到了老的那一天,动弹不了了,你儿子肯定会回去照顾你,但这都是你儿子的事,这与我无关,我没有义务抚养你。 因此,请不要在这里道德上绑架我,更不要觉得自己老了,靠老卖老。一开始,你把我们娘俩赶走,不让我们娘俩进你家门,现在我也不让你进我家门,这不是很公平吗? 我不管你说什么,这次我必须去你家,如果你不给我开门,我儿子也会给我开门,你也是真行呀,赚了两个臭钱,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。 即使你有能力,也不能这样做呀,我儿子肯定会给我开门,你等着吧,我会让我儿子教训你的。 女人没有跟婆婆客气,直接挂断了电话,看到媳妇拒绝,老太太心中燃起了怒火,又打电话给儿子,给儿子讲了事情,儿子别无选择,只能去找老婆。 老婆,你这是干什么呀,好日子是不是过够了,非要整出点事情来才行是吧,你大人有大量,就不要跟我妈一般见识了,别生我妈的气,看着我的脸面,让她来我们家住吧。 她年纪大了,身体不好,作为儿子,我不能忽视她。 我感觉是你翅膀硬了吧,你自己几斤几两没有熟吗?你有什么资格说我,你忘了当初你妈妈是怎么对待我和孩子的吗? 如果你忘了,那我就帮你回忆回忆,当我们结婚的时候,你妈妈一分钱也没出,房子是我母亲家给的。 我还开了一家海鲜批发档口,结婚一年,后生了一个女儿。 你妈妈青男重女的思想,开始给我各种各样的困难。 结婚两年后,因为我的判断失误,赔了一大笔钱,不仅转让了店面,我还欠银行一大笔钱。 当时,我绝望地向你母亲借钱,你母亲一分钱也没借。 我生气的时候,卖掉了房子,还了银行的钱,我变得很穷。 我带着孩子,去了你妈妈家,因为我卖掉了房子,没有地方住。 你妈妈坐在门口的凳子上,指着我的鼻子骂我,不让我们俩进门。 她还让你和我离婚,我说的没什么问题吧? 而且你知道,这些事情都是真的,不是我编造的。 我们结婚的时候,她一分钱都没拿出来,这么多年你的工资一直和她在一起。 你相信她没钱吗?她只是不借钱给我。 在她心里,我总是被认为是一个局外人,那么我为什么要让一个局外人住在我家呢? 媳妇,你说了这要多,我也知道你心里的苦。 但毕竟我们是一家人,不能心里留下这些心结疙瘩,一家人总是要和和睦睦的,这样才会更好。 我妈的过错,我希望我能来替她对你进行弥补,我知道我妈对你不好,但不管她怎么样,她都是我妈,而且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。 所以她的老了,我还是要给她养老的,希望你能理解我。 我理解你,我没有阻止你养老他们,我只是不想让他们住在我的房子里。 那时候,我们已经说过,在大是大非方面,我们都实行AA制,你管你的,我管我的,既然房子是用我的钱买的,那我就有权利做决定。 如果你给你妈妈养老,你不必住在我的房子里,你可以带她出租房子,你也可以回到家乡照顾她。 我对你的工资没有任何意见,她生了你,养了你,你给她孝顺就行了,她没养我一天,我为什么要孝顺她? 你真是开玩笑,我妈来咱家找我,还需要出去租房子,让别人知道,要笑掉大牙的。 而且外面的房租那么贵,我们家那么大,房间那么多,给她一个房间也没什么。 如今怕被人嘲笑,当初坐在大门口对我破口大骂,不让我进门时,怎么能不怕被人嘲笑呢? 那时候那么多人在看,让我一点尊严都没有,别人不都在看笑话吗? 谁替我想过,谁能体会到我心中的苦,当时你在那里看着,一句话也没说,你知道我当时对你有多失望吗? 如果你不跪着求我,不要和你离婚,你认为你今天还能住在我家吗? 当时你也向我保证,以后不管你家发生什么事,都和我无关,不会让我难做。 你现在要反悔吗?假如你不能按照以前说的去做,那我们也只能分到扬镳。 老婆,你为什么又提到离婚?为了这件小事离婚值得吗? 你是个大老板,为什么一点格局都没有?老人年纪大了,有时候很迷茫,犯一点错误是很正常的。 作为年轻一代,我们必须理解他们,我们怎样才能和他们记住一辈子的仇恨? 我无法控制别人是什么样子,反正我就是这样,如果你对我好,我会对你好一百倍,如果你对我不好,我会把它还回去几千倍。 现在看着我住在大别墅里,巴巴跑进来住,这几年我们是怎么努力的? 别人不知道我受了多少委屈,有多心酸,你还不知道吗? 我花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重新站起来,为什么要让一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享受我的劳动成果呢? 如果你今天把我换成你,你会同意吗? 但我是你的老公,你就不能替我考虑一下吗? 如果我现在不给他养老金,他生我这个儿子有什么用? 你就不要再计较了,你看这样行吗? 我把工资卡要回来,全部都让你保管,而且给你写下保证书,保证我妈来了之后不会打扰你的生活,我让她白天在家活动,晚上你下班后,我就让她在房间待着,保证让你一眼也看不见她,不会心烦。 而且咱家这么大的房子,打扫卫生清宝洁每个月就不少钱,我妈来了正好把这些家务全部承担,我作为儿子也给她养老了,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? 你可得了吧,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呢,我已经说过了,我不会阻止你给她养老金,你带她住在哪里都行,但不能带到我家,无论我有多少房间,我都不喜欢外人住在里面。 女人说完话就直接离开了家,男人有些傻眼了,不知道该如何向妈妈交代。 朋友们,你们说女人做得对吗?应不应该让婆婆搬进来住?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。